一斤最后一个挂 最后未积挂 活水未积挂 未积挂红到的时候呢 先天挂 好 未积挂 这个算挂会算吧 旁边你看那个未积挂 上面有硬是摇 四摇有没有 一二三是不是三个阳摇 三个阴摇 三九二十七 三九一十八 读的是什么 四十五 所以它的先天挂 先天挂就走到四十五年 其他挂都一直内推 知道为什么是吧 好 那先天挂如果封到这个的时候 虎王之人 那是属虎的 所以属性王的 好 虎王之人呢 受知户 好像被绑到一样 帽 走 所有的性都在这里 顺高 得利人 那记得啦 高抬行妇 所以你如果遇到这种 这个台 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婚事不成 先天挂四十五年 我们这一批一批四十五年 婚事不成 婚事呢 结果不是很好 好 胆招凶 求了婚事呢 反而会招来一大堆祸事 好 求财 求官 两不利 那一生呢 五官 五官 五大利 好 不当五官的时候 当别的官 余不及 其他的不是很好 好 在 乱世当初 这个人呢 要发贷 乱世 乱世来的时候 对他非常的好 好 那夫妇呢 对夫妻之间呢 因为未济嘛 影响到很多事情 不能相继 夫妇不合 好 争执多 哦 争执很多 那 严重到 会冰龙相见 小舅子来 大姐夫啊 什么都来了 冰龙相见呢 但是这种人呢 往往呢 有女为贵 这让女儿非常的好 哦 那一经上面 讲了很多女的事 那也讲了很多女的好的 也讲了很多凶的 所以男人对女孩子的心理 应该是又爱又胖 哦 这没有办法 就是 后天挂出来的时候 东南西北 哦 东南西北呢 居无定所 哦 还说退伍军呢 我想就是这样子 对我居无定所呢 凡事了 所有的事情 不管求官了 凡事呢 就是缺里面一个 哦 就是到头来 插了一点点 好 没有上去 那有一个 踏骨 哦 杨琪 中兄 不含不含不力 哦 不贪不力 不贪 不要去吝啬 也不要去贪求别人 正才 后天挂 后天挂 你把他算到水火 未击挂的时候 去告诉他 正才 得手中身啊 安安分分地 去帮人家做 你分固定的心态 找了稳定的工作 然后到退休金 那这个整个挂 后天 水火吸气挂是 忧中 见喜之客 在忧郁之中 看到 结果是好的 哦 结果是好的 那榴莲挂 从道 如果你的榴莲 那一年是榴莲挂 就是 那一年是 未季之年嘛 哦 未季之年 那天逢到 未季挂 事多 很多事情呢 庸置在那边 停滞下来 都不前置 很紧 那按照人家道来说 遇到这种 未季挂 一定要谨慎的 慎处 哦 做事要小心 慎处呢 要守沉 急 非常好 那有的时候呢 我不服气啊 我这个不行 我一定要去力争 我遇到未季之时乐的时候 你力争 招是非 好 力争为招是非 婚事 你刚好那一年未季挂 到底女方或者是男方 他们提亲啊 谈婚姻 婚事不会成 未季怎么会成 哦 那如果是做生意的人 求财呢 一定要谨慎 多防 要防小人 好小心点 这个挂出现流年的时候 那你老师 我刚好是属老虎的 虎人呢 受困 支持 所以你看 这老虎坐在楼梯旁边 还有点支库 然后绑到 老虎人会受惠 那以上介绍的呢 这是我们六支四个挂 在如果用信电话 会对马牌的时候 用这种批 中文明 对马牌的